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總結來說,我覺得是失敗 其實我一定是不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我都不是一些喜歡 苟且偷生的人 其實我對我自己很失望 不失望,為什麼要失望 做一件事,其實 我做了十幾年 我也清楚明白到 每一件事不是一分耕耘就會有一分收穫 有時候可能你付出十分的努力 你只得到七分的收穫的時候 難道那三分就要轉為失望嗎 我自己都不是喜歡得失人 或者被禁禁別人負責的人 其實我中間就跟你說 不要緊,我都是去 因為我脫皮脫骨 我都想去做 其實現在十招 我都不是沒有付出的 我都做到五招的 不過問題是 因為我的老師何樂天 我猜不到 世事就是這麼奇怪 不是我特意退出 其實我都未大肆宣揚我退出 但是呢,到了我想玩的時候 何樂天呢 其實很不 我感受到他很強烈的反響 他說你不要上了 你無謂獻醜 你為什麼要上呢 被人那麼多人笑 但是我特意再仔細再問他 為什麼你不想我上 因為其實你問我 我放棄很容易的 但是我真的要上台 我其實更大勇氣 其實我反而很想是 哄何樂天給我上 但是我 為什麼會最後卻步上不到台呢 就是因為他慢慢再細問他之下 他給我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其實他對劍球 我覺得是一種執著 就是我覺得他是 我玩得這件事 而上台給別人表演 我要對這個劍球有一個尊重 現在呢 香港呢 劍球的文化尚未普及 那其實呢 其實你就這樣上台 隨便踏幾下 都可能很高收視率 我就認為 與其你是 就這樣踏兩下給別人看 別人就 以為 劍球呢 只是可以這樣玩的時候呢 這樣可能就會忽略了 另一方面 劍球的 劍球的另一方面的表演 我就 認為 倒不如 就是練好一點 可以 展示劍球的多樣性 去給別人看 就算是 哪怕到時播出的時候 很醜 但是我贏到 在我人生裡面 贏到同你的感情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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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工啊